看到这些报道就是关于这些警察 最近特别多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我想蓝丝来说一定说是假新闻来的 有报道有证据都可以说是假新闻的 你看一样东西就是现在这些警察里面 又说禅建,又说非法罪到,又打儿子,又打自己同袍 现在看警署警长就把财装拿去变卖 拿冰毒出来变卖,还不得止 说回今天凌晨在乐府发生什么事呢 就说有些人拿着警棍和刀去袭击市民 发生什么事呢就说听那些街坊说 在凌晨那里有些街坊放工回家 见到有20多人聚集 就说类似说清理连龙墙 第一样东西有些市民就跟他对质 说现在不是实施限聚令吗 为什么你20多人站在一起呢 那方面肯定身有事啦 不由分说你都不同的理论就拿些刀 还有有人看到拿刀不得止 还要有人拿些伸缩警棍 甚至有人说也拿着警棍也来 有些市民看到有些人拿着伸缩警棍和警棍 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警察 他就不由分说了就向这些市民襲击了 打完人呢就上的士就走了 很明显这些连龙墙事件呢 很多时候都是的 我亲眼看到都是的 有些人在撕连龙墙呢 即不是凌晨时份 多数你看回凌晨时份都有啦 你看回之前何君堯发动清理连龙墙的时候呢 我都预见过的 有些人真的在撕连龙墙的 连龙墙呢 撕的时候呢 是有那些叫做军装警员配合的 他就不阻止他们撕的 甚至有些市民投诉说 喂你现在这样撕 为什么你不拘捕 你不拘捕那些查新闻证啊 查都不查 撕到这么长时间都撕了呢 那些人走了呢 那些军装就收工了 很明显这件事就是警黑合作 是吧 警黑合作 那你警方怎么解释呢 这件落库这件事里面 有些人拿着警棍 襲击市民怎么解释呢 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件事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因为我看网上的直播 其实我看的时候不是直播来的 我都很晚才看 今早再看的 那我访问就是记者访问那些市民 访问那些被襲击的市民 那很慌张 又说有一个女士就被人脱走了 打得很厉害 有些打到啊都掉了 那眼都爆了 是这样 那现在你看看 还要这些军装来到呢 就连那些街坊都拉了 那令到当时那些街坊就起控了 因为你看看虽然凌晨时份 你走一样东西 一定有人喊救命的 喊救命的 喊救命惊动到街坊 街坊都落了楼 是吧 就是又是指警察 你是不是放了人先 放人走先 很明显一样东西 你放人走 是不是你放的 是不是自己同袍先 是吧 一定要解释 是吧 现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讲到明 现在连昨天发生的那宗警署警长 带这个冰毒去卖 警方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 是吧 你不开呢 你为什么不解释呢 是吧 怕记者问嘛 越问越多 越拉越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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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于 就是经常都说 知法犯法嘛 就是警察 你看回现在 真的看到这些案件 如果你有警方还没听到 要你解释 如果凌晨里面 有人拿着伸缩警棍警棍 你如何解释 个人意见独立私口讲完